姜妹背着洋娃娃 走到花园来看花 娃娃无聊叫妈妈 树上的小鸟小哈哈 妹妹背着洋娃娃本来是一首台湾的童谣 其旋律出自日本的某个动漫 后来不是整的就从世界搭进去 今天咱们聊个一词曲做背景的恐怖片 鬼学校 话说有个喜欢说书的僵尸 一个鬼故事说了三百年 尽管无人听无人问 但他还是要继续说下去 这是一个被遗忘的恐怖故事 咱们且慢慢到来 影片开场 一个中年流浪汉因为怀中的垃圾被恶狗狂追 不远出飞起的笑舌里 站着几个标牙外露的僵尸 流浪汉跟恶狗讲道理 说是他先来的 东西应该归他 可惜恶狗不懂先来后到的规矩 他反而认为这是他的地盘 阿威是学校的体育老师 长得帅还会打球 不仅女学生喜欢他 就连女教师都忍不住对他凯游 老张是学校的杂工 什么功能都干 而三姑是个财迷精 整天什么也不干 就喜欢在学校里捡钱 校园的寄饶嘎啦 他都不放过 哪怕是捡到一块钱 也能开心半天 巨砂成塔 极少成多 一块钱也能致富 校长有两个调皮贪吃的女儿 大梅和小丽 因为贪吃 各项指标都天发育了 这天严靖哥到椅外寻宝 他的相机里出现了僵尸的身影 不过身为考古学家的他 居然没有发现 严靖哥拿出藏宝图之类的玩意儿 似乎在寻找什么 就在他拿着地图 仔细变方向时 恶狗再次现身 看来这儿的确是他的地盘 严靖哥被吓得慌忙逃窜 就连极重要的藏宝图掉了 也没发现 而被积累大锅的学生 白毛 带着大美小丽 刚好也走到这儿 这就叫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白毛把藏宝图收了起来 丁小县就是那位 对阿威美貌 垂涎三尺的女老师 而被恶狗罪感的严靖哥 和阿威是老同学 严靖哥说 藏宝图的内容 来源于一个 二战日本兵的日记 当前鬼子战败 许多黄金来不及运走 而那个日本兵 恰好参与了 黄金的掩埋工作 虽然藏宝图丢了 但是内容 眼睛哥早已烂书于心 黄金掩埋的地点 就是阿威学校的旧教舍 不过每当夜深人静 僵尸啊 藏舌腹 冤死鬼等 全都出来散步 小县从小就听说 那里非常不干净 经常闹鬼 但是如果能够得到这批黄金 他们下半辈子 就吃个不愁了 这晚 白毛做了一个美梦 梦中他挖到了藏宝图中的黄金 可惜还没来得及拿走 就被突然出现了一群厉鬼给吓醒了 看着手里的藏宝图 白毛更加坚定了寻宝的信念 驼背老张也总是 有事没事 就到旧校舍附近转转 白毛和大美小丽 到旧校舍 想要提前勘探一番 结果大美无意间看见了 一个小僵尸 八字就撩了 晚上 白毛带女友可爱 兄弟马屁和小凯 一起来寻宝 旧校舍里 厉鬼又出来活动了 四人却茫然未知 恶狗总是跟流浪汉抢东西 结果不小心 栽到他手里 流浪汉烤着狗肉 心中十分惬意 白毛四人都想看看 鬼长什么样 结果碰上了喝醉的流浪汉 被吓个半死 四人打混了流浪汉后 开始进入旧校舍 里面女鬼正在瞎晃悠 而僵尸说书人 还在唠叨着 三百多年前 同样是一群年轻人 在重演着轮回的故事 那里面就有他 从此后他永不超生 白毛四人在前面走着 根本不知道 后面有鬼在紧跟着 但是走了一会儿 白毛突然发现 地上有八个影子 四人嘴里大喊着有鬼 拔腿就跑 跑着跑着发现 可爱不见了 三个男生赶紧回头去找 走散的小凯 被突然出现的鬼 给吓哄过去 躲起来的马屁 也被小僵尸吓得 扑扶串 惊吓过度的马屁 遇到白毛被打醒了 吃了豹子胆的大美和小丽 也来到居校舍 找白毛等人 但是很快便见了鬼 与此同时 大盖僵尸和白毛马屁 打着招呼 白毛和马屁 跑到一处有哭声的地方 发现是躲起来的大美和小丽 私人决定继续寻找 走失的可爱和小凯 走着走着 小丽也不见了 此时 阿威小倩 眼睛哥 三人也来到救校舍 小倩发现 身后有只小僵尸跟着 被吓哄了过去 此时阿威手里的火把 又突然熄灭了 小倩被拖走了 阿威两人没有发心异常 继续往前走 结果眼睛哥因为慢一步 遇到了鬼 也被吓哄了 还好阿威发现了及时 这才没被脱走 白毛和马屁在校舍里乱跑 很快和阿威两人相遇 四个人里面 只有阿威还没见到鬼 虽然他不相信有鬼 但还是决定找个地方 待到天亮再说 阿威让三人先待着别动 他自己去寻找小倩 眼睛哥把随身携带的护身符 给了他 这玩意要是管用 他也就不会被鬼吓哄了 小倩趁着 看守的小江师不留神 逃了出来 和阿威相遇 旧夜两人回去 找眼睛哥三人时 发现他们全都不见了 此时到此老何 正在拍摄 想要驱魔的广告 这年头 如果不懂得包装自己 就算本领再大也没用 老何虽然天生就是个演员 可惜每次录视频 都被阿威打断 为父老兄弟姊妹们 如果你们要收妖捉鬼 找我驱魔大师林正英就对了 到底找我收妖要多少钱呢 一千不用 八百更不用 五百也不用 三百 所以你高兴给多少就是了 此来电的前十名 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送给你 这次第601次 依然没能逃脱 被打断了魔咒 听见阿威说见鬼了 老何立马来了精神 带着扶植法器 就赶到了学校 阿威和小倩按照他说的 在原地截金刚手印 可是根本不管用 厉鬼把他们围起来当猴看 老何赶到后 情况反而更糟了 厉鬼们纷纷出动 他的驱魔作鬼扶植 一张管用的也没有 而且法器和法术 也全都忽然失灵了 就算拿出十字架 念了上帝耶稣保我命也不行 好像他面对的不是厉鬼 而是比厉鬼更可怕的东西 这时候 驼被老张也来了 他拿了一袋名纸 到处抛撒 老何去魔祥要三十年 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麻烦 只好和阿威两人 等到天亮再想办法 天亮后 阿威和小倩回到学校 结果惊奇的发现 白毛四人都在学校里上课 而且他们都说 自己昨天根本没去过就校舍 而是集体去看电影了 大梅和小丽也说 自己是乖宝宝 昨晚很早就睡觉了 阿威不知道学生们 为什么要说谎 为了弄清真相 阿威认为 必须找到眼睛哥 于是这晚 他和老何以及小倩 再次来到就校舍 虽然老何这次是 有备而来 但是厉鬼们 根本不是他那套 老何被逼得没办法 只好拿出了 祖传的保命神器 驱魔神炮 想不到这么久了 还会重入江湖 如果连驱魔神炮也不行 那三人只能等死了 驱魔神炮威力巨大 里面也不知道 装了多少炸药 不但驱散厉鬼 还炸出一个洞口 三人只能的洞口 进到里面 结果发现全熟人 眼睛哥 校长 老张大梅和小丽 白猫等等 原来上面的厉鬼 都是校长安排的 就是为了防止 有人来跟他们分享黄金 长舌鬼是三公装扮的 化了妆 一点也看不出来 人为财死 你要为食亡 是吃骨不变的天性 老何嘴里说的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但转身就去 花粉黄金了 因为校长说了 剑走有份 只有阿威和小倩 扛住金钱的诱惑 影片完 其实鬼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那些 贪得无厌的人 今天咱们又聊到这里 欢迎支持 下期再见